觀眾朋友 你好 這兩天大家討論很多 就是在臺北萬華芒芽 青山宮 青山宮 其實這已經超過百年團痛 可是這一次規模實在太大 太大 非常多來自於全臺灣各地的重要廟宇 很多很多頂頭都來歐宴 結果本來大家安慎說 這應該是很重要 很重大的外廣 結果到晚上還有很多人在放袍 甚至早上也在放袍 所以很多人說 拜託 你如果一天而已就算了 連休三天 大家都不用睡 所以這種 很多很多人說 會不會太擾民了一點點 當然今天臺北市長柯文哲 也跟包括廟方其他的人員 大家做會來檢討 以後要怎麼處理 也定了一些準則 可是也許我們今天從另外一個角度 這一種非常重要 臺灣的無形文化資產 非常重要的文化信仰 傳統跟現代社會 說實在 很多人也不是不在掐香 也不是民間信仰 他可能是純佛教 他可能是基督教 他可能是伊斯蘭教 是不是這一種重大 儘管是百年文化 傳統的信仰習俗 在現代社會有沒有與時俱進的方法 這真正自己補不太擾啦 我覺得我今天這個標下的真是好 這個叫什麼 順天應人 順乎於天 但是呢 對於人民 不同時代的想法 跟需求 恐怕呢 包括信仰 特別是廟方的指示人員 也必須要與時俱進 今天好好說這個題目 來介紹今天在現場三位來賓 首先歡迎是臺灣很熟悉知名的文史工作者 翁燦耀 翁老師你好 大家好 非常感謝 再來是臺灣呢 非常重要的年輕的宗教學者 現在是民俗亂談的執行編輯 溫中漢 溫老師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當然是每一年青山王的這個青山祭呢 都會在現場 然後給大家非常重要的音樂表演 現在也是立法委員林常佐 Freddy 你好 大家好 特別感謝是現在在青山宮 跟我們進行連線 蒙甲青山宮林安尊王千秋祭典的執行長 郭毅堅 郭執行長你在線上嗎 主持人好 各位老師大家好 執行長你應該也 這兩天聽到很多很多民眾 抱怨啊 或是說有什麼不一樣的意見 怎麼會這樣子呢 當然啦 霸年的傳統 他一百多年來拿到了四定 零俗無形文化的資產 新住民的移路 那再來呢 這次呢真的是我們擴大的舉辦 風華一百六十五週年的恭敬 來自於北港朝天宮 白沙屯 四湖三天宮等這麼多的大廟前來佔盡 再來呢整個規模大到說 是以往紅潭 我們紅潭一般都只有十八座 這個紅潭旁邊還有一個舞台 加兩的舞台 加三的舞台 必須演唱會形式的接駕 所以已經有慢慢消失去 原本像一些傳統 暗風才是遙境的這個氣味 所以造成了這個噪音 鞭炮 鞭炮過多 甚至頂頭多 總共八千五百名的頂頭人員 跟三十二座紅潭 所以整個時間 整個統計 全影響到我們北市大家的生活 執行長 我要請教 因為其實拜五 頂著拜五 我在現場 你做主持人 我在現場 你口測有夠好 但是你在現場也要說 大家如果穿這個尊王 這個青山宮的衣服 你就不可以鬧事 你就要很慎重 你就不可以跟別人完結 你在現場也一直是三令五聲 可是禮拜天我又去 因為我很喜歡看樓梯梯梯梯 我經過那個行李砰砰砰砰 我心裡砰砰砰砰 整個非常重的那種操縱低音 什麼什麼的 好像是今年紅潭旁邊 那種非常規模大的舞台 變做電音派對 甚至也有那種比較清涼的熱舞秀 然後當然也有很多那個很重要的 獨立樂團在那邊表演 你的意思就是說 明年還要暗風 紅堂旁邊就不准有舞台嗎 當然我今天拿出三條的聲明 我們以前日本時代跟這個過期 二十多年前 我們從小孩看 現在瓦卡贏青山王 那是一種很嚴肅的 對瓦卡人是非常尊重的老大人 要來跟我們島民頭 真的幫我訴訟 但是現在 演變做美書 像是青山派對 嘉年華會 冰冰冰冰冰 已經去 去我們這個暗風雅巡 雅秋口雅飛簽 我們的北鄉 去航海外 去做這個路桌也好 所以就是說去捏 妖魔鬼怪 已經慢慢消失那個味 所以我今天拿出三條的聲明 一條就是說 我們古早 我今天拿出一張報紙 就是190三年的報紙 當時 他也寫得很清楚 所以我拿出第一條的聲明就是說 十二點是一個最大的極限 因應社會現代環境 十二點是一個最大的極限 比照跨年的模式 我們希望暗訪跟遶境是在十二點前能夠結束 我們希望暗訪跟遶境 是在十二點前能夠結束 第二個呢 當然時代環境 環境不同 很多朋友 信用者 他想要來搭紅棣外地的 紅棣的這個朋友 要來讚證 我們是不是整個一個空地 比較大的河濱公園 裡面還是說 這個比較遠離住宅區的地方 看他們要怎麼狂歡 我們同樣來辦理一個青山活動 青山王同樣 搖境裡面 讓大家來慶祝青山王的生日 第三呢 找回傳統的原資原位 我們青山王的落境 所謂傳統的就是說 我們沒有其他的東西 青山王 因為我們是一個 市定民俗 也是一個無形文化資產 我們不容許改變 他任何一定點的 一個疫症上的改變 甚至從七爺八爺的造型 或者是坐車 這種改變是不允許的 所以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都還是維持住那種 所謂古早味的傳統 我們去哪裡 以免失去說 百多年前我們 山HA 全台東公請到我們 飛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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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水 所以我們開始有這個 如今 有百種 有新種團 甚至是古早的 新求班和飛飛飛飛飛飛 乃星團 登頂只原汁原味 我們希望找回 原來的傳統的味道 是 這是青山雄執行長呢 很重要的一個三點的說明 從明年開始 青山王夜訪 會有一個很大的變革 第一個時間點 絕對不會再超過十二點 十二點做一個結束 當然活動地方 如果大家要開Party 要留在一起 要歡喜也可以 但是去刷到河邊去 比較不會插到 但是我想再請教一下 郭子祥一點的是說 你剛才也說到說 這是通臺灣重要廟宇 包括說八三燈 包括說北江媽都來歐元 但是我想問的是說 青山宮有辦法去管 去約束那麼多 也許是私人的廟宇 也許是重要的廟宇 也許是個別的鎮頭 大家如果要留在會不會失控 因為太多外面的人來 你們的約束你怎麼不敢 是 我不敢說我們有百分的百額 但是古早的贏努力 就是以我們芒家傳統的 這個經廟 文化 我們這樣去進行 但是時代在延遍嘛 很多人要來歐延 要來給我們贊金 但是我們有權力說不啦 是 有權力說不 但是是不是可以說 我們希望 所以今天台北市長 柯文哲也來這裡開記者會 也訂訂了三點的這個要求 時間嘛 噪音嘛 那是不是能夠在時間內完成我們所有這個 繞境 當然我們要檢查說 民宿傳統的這個文化 我們要怎麼把它傳承 第二呢 要怎麼融合現代的這一個環境因素背景的改變 如何把它做一個綜合 戰友你看看 我們這幾天 蟒家贏青山王 蟒家人跟我們說 發生家的民眾跟我們說 公集過五大牙齊的民眾跟我們說 這些團衆說 我們將來這過去十多年 沒辦法看到我們生理這麼好 人客人啊 所以人說五月十三 我們現在這個大陸 常常在領這個聖鳳牙齊 讓人看人 我常說十幾年 蟒家贏青山王 是人客人啊 人幾年 人幾人的這樣的一個牽象 已經過去數十年沒有看過 當然 這是因為慶祝 風華一百六十五週年 一百二十五十五年的紀念 說要不要再一遍而已 後遍 我們也是要恢復傳統 回到我們最初的暗訪 條件十幾年 聯合的大條件 有它的因素存在 以前的概念是 經比總部 只能規定北里區的 通義制電 跟南里區的通義制電 所以我跟我們的經驗 也有一個習慣 就是說十幾年 我們聯合條件 所以才有青山王 千秋制電 贏十幾年 的這種傳統 是 非常感謝執行長 拜託執行長 你還跟我們保持連線 等一下還有很多重要的問題 要請教你 包括說暗訪 這個宗教的意義 我們來看看說 為什麼這一次青山宮 一百多年的重要祭典 但是呢 卻引發部分的民怨 猛甲青山宮 繞進活動鞭炮聲 此起彼落 今年適逢建宮一百六十五週年 廟方擴大舉辦 連總統蔡英文 也在六號親自前往參拜 熱鬧之餘 卻讓附近的民眾抱怨連連 甚至在七號的清晨 有一戶民宅 發生火警 疑似因為鞭炮 涉入民宅惹禍 往年大概是三點到六點多就結束了 今年不曉得是怎麼回事 就到了早上七點還在放鞭炮 今年所有的鎮頭呢 超過我們的預期喔 那所有總人數超過八千五百名的鎮頭 數量的人員參與喔 那總鴻潭人數三十二座 依據我們往年的鴻潭呢 大概只有十八座而已 只是說鞭炮的數量 不是在我們的掌控範圍之內 三天的遙境 各大公廟共襄盛舉 參與人數超過廟方預期 周邊民眾卻是叫苦連天 北市府一九九接獲檢舉案件 從四號到六號檢舉噪音 塞車空屋的件數就高達了五百件 七號凌晨到上班時間九點鐘更誇張 光是檢舉噪音案件就有兩百三十四件 塞車還有交通違規也有一百九十一件 一九九九被打爆 活動粉絲專業也湧入大量的抗議貼文 也包括了臺北市長柯溫哲的臉書 事實上昨天晚上一九九就被萬華地區的民眾打爆了 甚至包括了臨書 昨天晚上最熱門的都是很吵 我們會召集這些公廟的負責人 還有那個里長 區長 甚至地方的一些協會來討論這個問題 在這個協調過程裡面 那還是讓很多的民眾受到影響 那我們也是感到非常的抱歉跟遺憾 同時間也在萬華演出的五黨吉利韋林場所 出面盜竊滅火 北市府也說會進行檢討 期待能夠討論出傳統的宗教民俗活動 遇上現代人講求的生活品質時 有共存的空間 記者綜合報導 Freddy要請教你怎麼看這一次引發的爭議 其實我想要讓就是說 稍微回溯一下這幾年的這個改變 其實青山宮裡面的組織 其實這幾年也有一些變化 就是為了說可以把他的這個 暗風的時間搜尋 不要 因為其實我記得 二零一六 二零一七的時候 都辦到越來越晚 所以說那兩年的時候 其實就有的時候 已經有一些比較極力的反應都有了 這個改組之後 其實他都開始有在抑制 所以包括這個遶境的時間 包括這幾年 像今年 就一直在跟大家 這些紅棣的朋友說 用這個符石來取代鞭炮 是 所以說其實 我主辦單位其實他們不是說 都沒有要插槓 要與時俱進 讓我們這個蟒卡地區的這些民眾 可以說可以 至少不要被打擾到 要勞勵的人 可以開心 但是要安靜的人 也可以在這個適當的時間 就應該要結束 都有在打拚 但是就像剛才郭醫生 那些執行長說的 還有一個民眾 也說這兩年就沒那麼晚 為什麼今年這樣 其實就是剛才你說 一百六十五週年 尤其我覺得今年還遇到 疫情的原因 所以說所有的這裡的 我們郵宮 包括中南部的 很多大廟 都來這裡這樣 做會 來去參與 很疫情的 所以說這個 我知道主辦單位 這幾年很打拚 說讓它比較專興 不要說每次都 遇到很大的環節 但是轉型的過程中 比不上一次 一百六十五週年 這樣子的這個 大家大家這樣 疫情來到歐元 哪到即時 要不然其實這幾年 其實我們都有看到 疫苗方的努力 所以說第一 我是要說 那以這一次 這個民眾的 這樣這個的反應 這個到禮拜一 早上七點 那個時候都還有放鞭炮 等等 我相信說 其實這也會讓 像郭醫生執行長 他成為一個很大的 一個靠山 就是說因為過去廟 要拜託這些公司 說大家來 到三天來 到專興一下 有的時候 很難去跟他們鼓掌 我幫你挖 你還叫我 不能放鞭炮 沒有人情味 但是這次 剛好 這些民眾的 歡迎 反而讓廟方 在做一些轉型的時候 譬如說 陶多阿公 時間上面的控制 不要放鞭炮 大家不要放鞭炮 對 大家不要放鞭炮 對嗎 因為大家最後會去鴻潭 外地來的這些公廟 待會兒之後 他們就回去了 每天 還在那裡 那裡 馬青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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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些好朋友 所以說第一 我覺得他們也得到了一個 這些民眾 當他們的靠山 是 第二就是說 因為像我們這種 在辦陰陸會 過去我記得二零一六 二零一七 我其實也不敢說 青菜在這個路邊 就來帶一個舞台 像我們第一次 在那辦就是辦 常常會辦活動的 和平青草園 這次就是 常常都會辦 這個選前之夜 音樂會 都會辦這個 猛者公園 我也不敢說 龍山市前面那個工廠 就是說 以我們在做音樂會的來講 我們通常會有一個說 只有什麼場地 譬如說 剛才郭執行長講的 這個和平公園 第二 就一定有時間的 一定是十點進程 就要結束 你不可以繼續 有聲音 這是一個現代生活的 一個習慣 但是因為今年 大家就贏了 所以說大家搖帳 我們自己的 獨立樂團 搖滾樂團 還是照期間 該什麼時間 十點前一定結束 就都結束 然後這個我們當然 也不放鞭炮 就是配合廟方的要求 這個 這個 應該鼓吹 但是 所有的家 我剛才說其他的那個 紅棚 他一定會覺得說 因為有一個棚 他開始安排 這個到半個之後 還更大排的時候 大家會拚 會說他到一點 我現在這裡不行兩點 輸人輸輸 對啊 他那個是 他那個音樂那麼大聲 我這裡不對 那是怎麼可以綁 我這個喇叭也把它開下去 這樣就不行 當然 他是在拚武台 但是那些武台 之間的喇叭的喇叭 你會想說旁邊還有民眾 是 所以說這其實 大家 我當然 覺得說這很重要的 這一個歷史時刻 大家都想要說 我一定要來表達 我對尊王的這個尊敬 不可以輸給別人 不可以輸給別人 不輸給別人 但是在這一次的 這樣的氣氛之下 我相信說 也會讓主辦單位 下一次要檢討 要改進的時候 會得到一個很大的助力 另外我一定是要講的 那這個東西到底 因為對我來說 我做一個創作者 我就常常是以臺灣的民俗 是 臺灣的信仰跟文化 傳統的文化 在做這個靈感 來去寫歌 為什麼我 也認為說我們邦家 做一個臺北的古城 是有很棒的這些文化底蘊 可以來介紹給大家 所以說其實我做 從日空一六年 做立法委員之後 一直在想說怎麼 包括說邀請很多電影 給的人來這裡取材 包括說怎麼讓我們的傳統商圈 包括這些 修理這些公廟 也是文資的這個部分 為什麼這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要跟大家說 這其實就跟我們辦 棒球比賽一樣 為什麼你不在家裡看電視 看棒球傳播就好 你就要到現場去 跟看這個各式各樣 現代化的群眾型的 這個活動 不管音樂的啦 那個電影啦 那是說看表演 那是說看棒球 都一樣 這其實傳統的文化 也是一樣 我們做那個 這個聰明 聰明的時候 那是一種人跟人的凝聚 文化是要參與 是要去感受 對 而不是做遠遠旁觀 對對對 但是王老師 我要請教你 我回到那個 剛才那個執行長也說 現在好像有一點點 離原本的傳統 有一點遠 暗訪 教你講 不會拖過到一點 兩點 暗訪 教你講 所有的基民 都會很慎重 很重 甚至 不可以 黑白目 不可以 黑頭髮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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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補分 不可以吃分 大家 那是 說得不好 那是青山王 在抓跪 是 抓跪 你拋得這樣 跪跑了 青山王 要怎麼抓 你這樣七炒六球 人是要怎麼抓跪 我想問的 回到最重要的 那個宗教的部分 青山王夜訪 到底是什麼意思 而應該用什麼樣的形式來進行 是 因為這個青山王 我們是寒風三 說得太 例如說 寒角 是台北市第一家 是 所以台北市所有的歷史 是寒風三年 寒風三年 寒風三年開始 寒風三年那時候 文藥很嚴重 索手無績 不知道要怎麼 沒什麼油 沒什麼方法 來解決這個文藥 所以 我們這個 悔安的人 就趕走去 他的鼓勇 把青山王 刷起來 刷起來 骨雞 就是韓子阿齊 蕃池寺 在這個 青山路這棟 這個所在 九五三年 鑽店 不走 不動 青山王 說我要鑽店 去廟 我要鑽店 去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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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 藍藍藍藍藍藍 來擺 這個文藥就好 一團是一團擺 就這麼多人 覺得很靈感 開始 但是 因為我們 注意看 我們瓶藍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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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 就是暗藍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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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 我們今天說八千五百這個頂頭的領館來 其實這個我們放到頭頂的時候就要考慮了 你放多少頂就是來多少 因為這是小跌的嘛 是 跌來跌去 這裡跌你錢這樣 跌紅包多少 那時候他這個紅庭在打庭的時候 你就知道了嘛 因為他的環圍 就這麼困難而已 你可能不知道說 你給我打兩三個舞台 我要怎麼辦 還有香蕉 還有八道 這也不少 因為我們這幾條鞋子而已 這好勝好勝 這可以控制 就是說一定要沙盤推延 是 我們上面辦另外一堂大廠的 只有交通堆跟清潔堆花多少 六十萬 可以說每一個三部一綱 五部一綱 可以說人一萬萬萬 維持交通 維持這個清潔堂 甚至於聯邦拋法 我們都有控制 這今天就不會造成這個民怨了 是是是 第一就是要量力而為 第二我們常常在說做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 你一定要求比 如果看到紅庭 這樣 娘威起到三站樓 娘威起到一個紅庭 還有兩個舞台 還是 不是說一個就蓋起來 它在打的時候 你自己就要去損啊 拜託的 你要唱歌沒關係 日常唱就好了 你就帶進去 要怎樣 我們到底要去 要不然就幾萬 說時間省 或是說你演出的內容 我都要觀察 是 我一定旁邊一定有糾察隊 不然就是情形 就是像這種人 大家要罵都罵青山公 要罵都罵Freddy 都罵柯文哲 宏潭的主事者 其實他是誰 沒人知道 不知道 沒有人會去罵他 結果呢 其實很難聽的 可能事情都是他們搞出來的 結果罪都要怪在青山公 怪在那個去唱歌的人 怪在室潭的主事者 是 其實說跟班教人在座笑 是 不過我要請教一下 那個鍾翰 我一直認為這不是什麼 什麼你死我活 有信仰 就沒有現代生活 大家都一定要相忍為靈安尊王 不是這樣子的問題 問題是在於說 有些東西並不是宗教的核心必要 但是人呢 有一點點走差了 這部分呢 改過來 不但無損於宗教的核心 反而會讓宗教的本質更加彰顯 那個是什麼 特別是回到宏潭這一部分 其實這次 今年這樣情形很特殊 我自己你看 你看他這樣未來 其實未來延遲了幾六年以後 連續明年後年 然後大後年之後 沒有什麼假日 今年剛好五六日 所以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時間點 所以形成 對 形成一個 這個他這個節慶 會形成一個比較狂歡 這樣子的一個特質 所以要拉就拉這張 不然後面你沒有時間可以拉 所以這是一個 今年比較特殊的情形 但是我們可以 知道一項東西 就是說我們你說 傳統民宿的這個廟會 他可能是隨著 時代演變 我們不能把它當作 是一種傳統社會 流下來的東西 就是說民宿 所以他不是一個 他不是一個固定的 就是說他不是說 他今天在那裡 就永遠都這樣 永遠都不會改變 基本上他是一個時代的變化 所以在這件事 我自己你看 我會看他 不是傳統和現代對立 其實他是一個生活文化 還是我們不同信仰的人 甚至是在這個同一個生活 同一個共同體裡面 大家對這件事的看法 沒什麼一樣 感受度不一樣 對我來說 這個地方是我的 今天這個時間 是我的狂歡的時間點 對有的 他可能就沒去遇到說 這可能會影響到別人 那人還有孩子 對 也知道最可 沒錯 所以這種這種情形 其實是一種生活 上面的問題 我覺得 不可以把他檢討 到傳統這件事 因為這個東西 跟傳統沒有關係 是 這不是說傳統以前也不說 晚上就這樣 傳統也沒有高空煙火 傳統社會沒有電子煙火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其實民宿文化 他本來就是 對著時間在演變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是一個陰錯陽差 因為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不同的人 外地的人 尤其是我們的這段 秦桑宮的料金 越來越多外地的人 來打紅燈 今年那些紅燈 打到這樣 連那個大學生的隨鄉 隨鄉攝影 都來 甚至各種不同 各種理由 大學生來來 歐音不錯 對 所以我們到底要把他當作公 我們要看這個公 紅燈越來越多 是代表說越來越多人 希望來參與 要把這個外地撐起來 還是說我們要看這個 這是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要被規訓的 可能要被取消的 我覺得要從不一樣的角度來思考 瞭解 所以其實剛才說到這個紅燈 我自己一個很親愛的想法是紅燈 我覺得他需要被控制 譬如說他定期 你紅燈定期 你這些負責人要出來面對 你看我們這次很多人 腳上的臺北市政府的時候 臺北市政府叫人去找青山公 要找青山公不好 因為紅燈不是青山公大的 對啊 所以其實這個紅燈的負責人 他本身要肩負那個地方的秩序 譬如說你如果要帶紅燈來這裡 燒打王家 這樣當然就不可以讓你帶 你把我放太多 你要自己出來負責 你不可以說你把我放公廟 所以其實我相信青山公這邊 他可能也沒辦法全部都控制 但是我們可以回來看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要為紅燈樂手 就是這些紅燈 我們要怎麼來管理 在祭典之前 誰要來搭紅燈 要經過青山公的同意 要接受他的規範 你才可以搭 如果你沒有去允許施放 那什麼高空煙火 把人家的房子都燒掉的話呢 你自己紅燈負責人要出來負責 對 你要出來負責 你不可以說你放的 你不可以說沒給青山公 全部都說青山公 不過等一下我們要再請教一下 青山公如何看待未來 能不能把這一個青山公 暗房的活動 放得更老了 更順利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也不好意思 公事每年到這個時候 都要募款 我們接下來有募款的活動 大家好 我是亞黎 大家好 我是心梅 您現在正在收看的是公事二零二零 歲末電視募款 公事需要您的支持 上公事的網站可以知道怎麼樣捐款支持我們 現在正在播出的是公事有話好說 所以呢 在這個階段我們邀請到的來賓 是公事新聞的主播曹彥俊 歡迎 歡迎主播 歡迎 歡迎 跟大家問個好 大家好 我是公事新聞部的彥俊 捐款請公事做好更多事 主播好 我們知道公事新聞長期以來 關注的議題都非常的多元 那在採訪的經驗當中 有發生什麼讓你印象深刻的事嗎 有 其實公共電視的新聞呢 我們除了一般的政治還有民生議題之外 我們和其他媒體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我們會在一些環保啊 或是人權還有勞權的議題上面 多做一些琢磨 那印象很深刻的是 因為這些有些是那種很小眾的 陳情抗議的議題 那我們到採訪現場的時候 民眾會跟我們說 真的很感謝公事 願意來報導我們的新聞 這個時候你就覺得好感動喔 原來我做的事情這麼有意義 其實為弱勢發聲一直是我們公事 很重要的理念 像有話好說這個平台呢 也是可以讓很多元的議題 在這裡被討論對不對 沒有錯喔 那再來如果剛剛公事晚間新聞 您看不過癮的話 可以持續鎖定有話好說 因為有話好說呢 它會針對單一的議題 進行深入的探討 也會找專家學者來做分析 請大家支持 這麼全面的探討跟評論啊 難怪公事新聞一直受到 很多新聞獎項的肯定 所以我想要偷問一下 公事新聞在製播上面 有什麼特殊的標準以及要求嗎 其實公事新聞呢 我們比較講求的是 正確性一定要比速度還要重要 所以我們會比較主動在於 正確的知識性的傳遞 而不會說為了要追求點擊率 或者是收視率 然後就做一些文不對題啊 或是渲染的報導 會盡量公正客觀 那現在媒體的平台很多 公事也希望在每一個平台上 都不缺席 其實前一陣子我在聽Podcast的時候 我竟然聽到公事新聞耶 會請主播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因為呢 現在是在數位匯流的時代喔 民眾要接觸到一些資訊的管道 就不會只有電視或者是報紙 所以呢 我們是嘗試要以一些數位敘事的方式 用網路的語言 來和更多民眾進行交流 那像是PNN還有Pshop新聞實驗室 還有剛才提到的Podcast 都是我們正在做的嘗試 好 那我們服務的觸角如果變多了 其實就更需要觀眾朋友來支持我們公事囉 是的 其實呢 因為現在呢 新冠肺炎的疫情全球蔓延喔 那也請主播跟這個觀眾朋友說幾句話 幾句話好不好 我之前想到的會是李白的行路男 它裡面講到的是 長風破落會有時值 掛雲帆即滄海 今年對於大家來說 它其實是很不容易的一年喔 但只要我們各司其職一定可以度過難關 是的 其實呢 公事真的會一直在這裡陪伴著大家的 那也請大家用實際的行動來支持公共電視喔 可以用捐款啊 線上畫波 郵政 還有便利商店交費也可以 打電話的也可以 或者是還有那個叫什麼 郵政畫波都可以 對 讓我們凝聚力量一起揚帆再起 最後讓我們大家一起來 捐款挺公事做好更多事 歡迎回到有話好說 我們很快來看一下蒙甲青山宮的介紹 剛才翁老師也有介紹 主神是青山林安尊王 這可以回溯到三國的 三國的將領 當時因為駐紮在青山下 所以叫做青山王 他蓋了一個叫青山宮 這主要是全球過來 三億 三個縣的縣民的守護神 那清咸豐四年猛甲發生瘟疫 這一段剛剛那個翁老師就講得非常清楚 他現在是臺北市的市定古蹟 同時呢 青山王夜訪 這是很重要的 無形文化資產 這十月二十暗訪 探查陰陽界 氣譜凶神惡鬼 就是要除煞除火 看到有翁膏的幫他改冠 如果沒有翁膏後白來 戰無色 隨台隨除火 那最主要呢 因為他其實也有那種陰間的司法 把體系在判刑等等的 我們現在再透過連線給猛甲青山宮 林安尊王千秋祭典的執行長郭毅堅 郭毅堅 郭毅堅 大家可能因為民怒啊 所以也許沒有時間去了解青山宮 更沒有時間去了解暗訪 到底的意義是什麼 你花一些時間跟我們說好嗎 是 暗訪 自我們歲月來看 他是非常嚴肅的一個老年 就是在我們家 我以我們家來說 是怎麼信用青山林安尊王的文化呢 自小時候 我們都知道 我們孟教法世家是在台爪最有名 我們老爸在頭上台爪 我們老母在後面問 一直拜一直拜 他在拜什麼 他說青山林安尊王要嫁了 那麼我們是做殺生的行李 我們老母在後面一禮拜一禮拜 拜託 林安尊王 這八將 三番中 要進來我們家走一下 請這些蛇靈歸位 我們家才會平安 總之我相信青山林安尊王 把我們這樣顧得這麼大 讓我們事業優勝 所以我們一定要回饋到感恩 那麼我們說內行的看門道 外行的看熱鬧 自小時候我們看到 七、八、七、七、八 是這個時候暗風的裝備 跟日常日巡的裝備 是不一樣的 暗風的時候 他拿飛簽手套 腳穿槽 會有玲瓏 後面派一支 蝦線 頭前還派一個包袱 包袱裡面有軍糧 是在減工廳 所以日常日巡的時候 就不一樣的 為了慶祝林安尊王的聖誕千秋 他手抓的是逍遙山 也就是這個扇子 很逍遙的出巡 所以內行的看門道 外行的看熱鬧 所有的配備 裝備就完全不一樣 另外呢 我們都看到 頭前暗風的是這個 古阿町 古阿町的路關 後面什麼四、二、五、三、行 跟這裡的時候 就完全不一樣 比一塊茶 變了路關牌 所以整個 他都這個 這個 這個頂俗 整個鎮頭的一個 一個規劃 從古說到現在 我們原汁原味的把它保留下來 另外我們看到說 這個伯長 他能夠列入這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紀史 歷史的記載 包括由加將軍 蘇將軍 加蘇李將軍 所來厭辯的伯長 包括中海的引陸統治 這精靜重重 都是為青山宮 令安尊王 一年一度的出巡 來獲獎 另外呢 萬格青山宮 尚有名是 演者的文化 我們萬格青山宮 青山宮 青山宮 我們的青山會 李安詩 李英詩 鳳音詩 我們的伯長團 以及我們的神教團 由這些宣舍文化 組成一個 猛甲青山宮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這個 繞境夜巡的一個陣頭 是 那也是很重要 執行長講的 不要因為一兩個 負面的訊息 而忘了去看到裡面 有那麼深 那麼豐富的文化底蘊 我最後還請教執行長 他剛才包括 溫宗漢 溫老師 包括翁燦耀 翁老師 甚至包括Freddy 都有說到 也許明年以後 這個紅燈 如果要申請 要先經過青山宮的董儀 當時要接受青山宮的規範 這可行嗎 可以嗎 過去百多年來 我們的經廟文化 有的都在逛下 所以他們的路口 帶一個紅燈來 供應青山宮 代表我感激感的優移 當然國師委 到一百五三年 一百五四年 一百五六年 頂會高拼的思慶 我們非凡人 會經廟 經過東方人 也好 經過政工人的廟也好 所以有時燈快寶 理所不及 這頂頂的內涵在裡面 有的歷史的原因 所以包括我們經過 金服興師 他會把紅燈教來 因為他在逛下 包括我們的後菜園 他必須要把紅燈帶來 門外 這是我們孟家 幾十年來 國境廟之間 優移的文化 但是距離外來 外來的頂頭 外來的角頭 外來的射頭 外來的地頭 外來的京廟 他們想要來孟家 讚景 要來帶這個紅燈 那麼未來 我們就一定有一個 很好的幾位 包括不是說 在重要道路邊 我們可以合遵的問題 是要集中 讓他們一個地方 大家去進行狂歡 也達到同樣能夠帶動 經濟繁榮的 這樣的一個目標 是 非常謝謝執行長 經過這一次的 這一種所謂的民怨 或爭議之後 希望未來民俗 以及文化底蘊 可以在時代 繼續的發揚光大 非常謝謝執行長 我們來看看 剛剛談到青山宮 以及青山王夜訪 究竟在文化上 在宗教上 他的意義是什麼 青山宮 位於臺北萬華 是當地主要的信仰中心 每年農曆十月二十三號 是青山王誕辰 二十號和二十一號 會在晚上遭境 也稱為暗訪 文武判官和衙門巡部 都會跟隨青山王暗訪 捉拿惡鬼 青山宮旗下的三大宣社 和八將團也都會參加暗訪 相傳青山王擁有驅邪鎮煞的能力 曾經平息蒙甲的瘟疫 因此暗訪也有驅逐瘟疫的意涵 這項祭典歷史悠久 已經發展超過百年 是連結地方信仲和青山宮的重要活動 大概六七歲的時候來臺北 搬來臺北 那時候這邊就已經有了 青山宮祭典和峽海城隍出巡 大龍洞保安大地遭境 並列臺北的三大祭典 二零一零年文化部更公告 青山宮暗訪和遭境活動 屬於無形文化資產 記者黃英軍整理報導 所以菲律迪我也要請教你 因為你是民意代表 我們來看看 其實剛剛談到是廟方 自己一定會有一些自律規範出來 但很顯然這一次被罵的 另外一個重要的角色是 臺北市政府 我比較一九九九 你噪音啊 你拋到這樣 你也來處理 結果民眾覺得 你怎麼都沒有來處理 你開單不敢開單 有另外一種活動 你就趕快給他開單 然後就要嚴查 這種活動你就不查 那我們來看看 其實各縣市都有對廟會有規範 不說不政府 有政府在 台北市公放炮燭火 要先申請 晚上十點以後 早上八點以前 不准在噴鼓吹 不能敲鑼打鼓 也不能放拋 違法脫序 以後要立即處理 晚上十點前要通通結束 學校圖書館醫院四周 都不可以放煙火 臺南市之前為了這個 所謂的管制 這種廟會活動 引發很多的民怨跟爭議 臺南市說 放炮 當然放一咪咪就好 而且要消防局合格標章 道路不可以放爆竹煙火 只可以在廟墊放煙火 建議電子音樂鞭炮 或者是在炮籠裡面放 晚上十點到早上七點 禁止施放爆竹 第一個是政府規範夠不夠 第二個很顯然是執行 真的能執行嗎 對 其實我要說的 就是說 其實今天 台北市政府說的 包括說時間的問題 中庭的問題 還有拋子的問題 其實這些 都本來就有規範在那裡 只是說 因為過去 庭沒那麼多 十幾個庭 就剛才這個 市民長說的 十幾個庭的時候 會覺得說 你這個庚的 幫大家處理就好了 但是如果越來越多 外面的庭 來到歐元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你就回歸到市政府的一個規範 譬如說 十幾個庭 要是說 就算三十幾個庭好了 三十幾個庭 大家照婚喪喜慶的方法來借 有的路可以借 有的路不可以借 你要辦 英國會要搭武台 那也不是所有 你說路邊 你要搭武台 就能搭武台 所以說你如果可以說 我覺得今天這個 台北市政府 這個部分沒有講到 我覺得未來 我們可以來協調 就是說應該是 大家做的酒 譬如說這次想來的 有多少 青山公協調 所有的公司 跟市政府一起協調 你如果怕說 大家二三十個 大家未來也不會那麼多 過去都是十幾個 十幾個 大家一個一個來借 讓你比較差 辦理 大家一起協調辦一次 哪些路是不可以借的 就不要借 公園可以讓你搭武台 那不是公園可以 但是有十點進場 就不可以 進場就不可以 所以說我覺得 這裡的本來規定都在那裡 只是說 譬如說我剛才說 婚喪喜慶廟會 你是要把市政府照顧的 不是說你 像我偏要來打 我偏要來打 我就直接打下去 不行 這還要公告 幾點到幾點 這裡會有什麼廟會 還是婚喪喜慶 大家才知道 車子可不可以過 所以說你這都 跟統一管理 我覺得這樣子 才可以讓所有的東西 因為這過去 都發生過 要怎麼管理 比較好的問題 這是說這青山王 妖境這個事情 大家過去想說 就交給他十幾個團 應該沒什麼問題 這次 那你勝大 大家會 我認為 就讓他回歸到本來 我以前或許是地方政府 地方警察會講說 我如果做這個 第一個不盡人情 第二個得罪很多選民 那整個民選首長 也不太願意做 但現在是連自己廟本身 也希望政府拿出公權力 對 廟去申請 譬如說三十個紅燈 對 你都通過 大家來管理 你如果另外 你個人要申請 你市政府要拿出公權力 對 因為這廟本 你說這個廟本 他如果是跟所謂 紅燈說 這裡可以搭 這裡不能搭 他也有可能說 為什麼你講尊聖 廟主辦公園說 你現在都跟他 要跟市政府也要報備 政府申請 這樣他就沒辦法 這個是青山王業房 引發今年的爭議 但今年另外還有兩個 很重要 不過我覺得也許是 是因為大家彼此不了解 而產生了一些衝突 一個是在埔里 吃素吃七天 我就說 我沒有信你這個民間信仰 我會帶在吃素 人家賣肉 結果還要被肉搜 說我不能賣這個肉的鍋貼 可是呢 埔里那個是十二年一次的大劍角 你如果說今天要喝來 也是十二年再喝來一次 再喝來一次 還混喝台西 全鄉斷電 連紅綠燈都沒有 我怎麼辦 可是呢 台西的這個廟宇 他有另外一個說 如果不斷電 恐怕對社區 會有更不好的宗教影響 這又是所謂的彼此理解 彼此包容的問題 原本用大骨熬成的湯頭 全部變成用蔬菜熬煮 菜單也改成素食 走到另一間湯圓店 也不提供鮮肉口味 為什麼都改成素食 原來埔里十一月二十九號 舉辦十二年一次的 建教祈福大典 全鎮都得吃素七天 就連走到生鮮超市 也買不到肉 但有居民發現 有家鍋貼店沒改賣素食 認為店家不尊重地方文化 還是有些外地學生 外地學生 然後還有遊客 還有一些基督教的 他們不一定要吃素 類似的衝突 也發生在雲林台西鄉 十一月底五條港安西府 舉辦七朝大建教 恭送水王火王回宮 申請暫時停電 有的鄉民甚至等了三小時 才復電 面對民怨 廟方在臉書解釋 送水王火王時沿途不能有光 以免火鬼亂跑 才必須全村熄火 造成鄉民不變 廟方公開致歉 並承諾未來舉辦相關活動 會盡量在三天前告知 以免讓民眾措手不及 記者綜合報導 翁老師這就是很難解決 以前的時候 當然是所有的政策 大家都配合 這是大家的事情 現在每個人的生活方式 信仰都不一樣 你基督教的 叫他配合也沒什麼 他每天要吃肉 你叫他吃素 吃七天 七天他也會遇到 是啊 這個問題有沒有 所謂的兩全其美的解放 是啊 我說藝蘭就好了 我參謀一邊 可以說整個藝蘭 不但說是學校連這個兵 連價格裡面 全部都吃素 所有的餐廳 休假店 那邊說 一路啦 甚至於一些 這個豬寶 就是豬打餅 要帶去法連台當 不可以經過我們的藝蘭 走旁邊的公路 再減 減到什麼程度 減到連得中 那些小孩 拜託你們這幾天不要上班 你們早上來 幫我領一千塊 你那天不要贏 OK 做到這個程度 整個鎮頭都要清洗 是 你說一直酸多酸多酸多 一直甘化 大家有這個共識 大家這樣共襄盛舉 所以他不能用共濟 他要用拜託 是酸多 一直酸多 一直酸多 苦口薄薪 連鎖高工 其實如果我們藝蘭做下去 風雕無損 國泰民安 可以說這麼多年 風雕也沒有什麼大災害 是 可以說地安也不錯 大家這份酒業也不錯 這份藝蘭 競聯是全性三大 這個景點 大家最愛蓋的這個地方 有什麼好貼頭 你看這個做酒有效嗎 比較像有效 我是不敢說 因為公共電視必須在信仰上 還是保持一定的重力 但中漢我要請教你 剛剛翁老師 又談到一個很重要的 溝通宣導 對 譬如說這個 台西安西府 這很大間的廟 大家如果去訓練 台西鄉那 一個很好的朋友 鄰近人 他們就在安西府旁邊而已 台西安西府 在五條港 安西府是三府千歲 這個是全台灣 張李莫千歲廟的主廟 當然這一次是二十五年一次的大教 你如果這次很辛苦 很不開心 你如果後來還要等幾十五年 送水送火王 其實廟的說法是說 一定要全村全區都按 不然要送這個比較不好的 這個火王的時候 他如果不走 他看到電費 他就流下來 這個對社區不好 這個在宗教上 讓有他一定的重要意義 所以要先說服要溝通 可是民眾說 你如果沒說了 你突然把我停電 我騎我都沒騎到一半 沒有紅青紅燈 我是要怎樣 這個是部分 再來我們來看看 在這個埔里 請看下一張 埔里呢 這是十二年一次的建架 剛才都在今年 這個也是那個很重要的祭典 但是呢 他說不能吃肉嗎 那政公所說 沒有強迫你啊 但是希望大家一起配合 我還是想回到 顯然有衝突的 需要全村全埔里鎮吃素 需要全臺西斷電 但很顯然在現代社會 不太容易怎麼辦 其實這要回來 討論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臺灣的文化教育 很少 就說我們要怎麼參與 一個地方的文化 還是說我們要在這個地方 在那裡 跟敦慶慕林 這樣的關係 其實討論很少 你看我們剛才你說 那個拔袍的事情 我小時候 我們爸爸要拔袍的時候 都出門頭部 都要發 他說拔袍啊 要拔袍啊 沒有 孩子怕到要怎麼 對對對 所以現在不是 發棒就衰棒 所以其實剛才說到 這個溝通 其實是很重要 但是我們回來 看到一個部分 就是說民宿文化 其實裡面有一個 很親密的部分 是他有一個 民俗 他並不是一個 我覺得民俗 不可以用宗教來看待 他說他這兩個東西 某種程度 還是可以區隔的 第一 現代社會 我們說宗教 是一個個人的選擇 是 他會追求個人 靈感經驗 或是個人的 這個制度性的 這樣子的一個超越 所以你看很多 現代宗教都要有 一個路教儀式 你沒有路教 你就不會是基督徒嘛 所以但是民俗 他不用 民俗 他是用生活文化 他是生活當中的信仰 是 所以他是不需要路教的 你跟他說 今天你是基督徒 你去參加人的婚禮 你就跟他們包白包 不會嘛 但是你在別的國家 包白包參加婚禮 是很正常的 比如說日本 韓國 對不對 所以不同地方 他會有地方性的文化 這樣子的元素 你也不是說 人家在做禮拜 你去在裡面飯講 蒸 對對對 所以民俗 他其實有一種很自然的文化 邏輯 就是生活文化的邏輯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他有一個很強烈的這個意圖 就是他希望讓我們這個社區 這個地方的人 大家活得很好 大家跪得很好 所以才要做一個 你看我們說 今年是派年 其實你看台灣 只要經常做一個 經常派翁送翁 那年就對了 甚至都派年 你看今年是派年 所以你看他做一個 不是說只做他們自己開心 做就是他整個鄉頂 整個 整個地方 我們說做就是 追求民養兩立 說換在這裡的人 可以順利 處理平安 在這裡過往期的人 可能他也可以 透過這個酒店 他就可以平順 所以其實這種 民養兩立的這種思考 他是為了地方 來做這個服務 宣揚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即使你沒有這個民間信仰 的這個宗教 沒有人強迫你去信民間信仰 但是我們可以從一個 共同生活體的角度 我們地方就有這個活動 我可能有宗教需求 不一定要參加 可是我可以用另外一種形式 我不要把它當成是一種 宗教的選擇 而是我用一種文化參與的形式 是 來共同參與 你把它當成是重要的文化活動 文化凝聚 重要一個社區的意識 那就不太一樣 就是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在埔里 也許你也可以說 這個是整個埔里的大事 對 不一定說 我是要燒香拜拜的 我才要吃素 你不要去拜拜 沒關係 譬如說我去 那幾天吃吃菜 我去漫漫 那個萬金聖母 我雖然不是基督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 但是你去到萬金聖母教堂 你也可以感受到那種寧靜 那種超越 是 他們每次了解的時候 也是都會放拋 對啊 沒有他們放很少 我放很少 但是你看他們地方的人 他就算不是天主教徒 他去那裡也會參與 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台灣 並沒有很嚴重的宗教衝突 是 只是我們對文化價值觀的討論 或者是對文化教育的這種 文化素養的培育比較少 所以我們很少這種感受 他們報恩基利的領域 但是他們都可以理解 是 理解尊重 再來就包容 是 所以他們報恩基利 我就做到這樣 Freddy 這就跟我們就算基督教的朋友 他也是會過年 不一定贏香 但是過年大家要團誼 那也是一樣的文化 要不然他就 他也不會說 大家過年把人團誼 我就不會 人家出山基督徒 不要贏香就好 對不對 所以說這其實是一個文化 基督徒過年都不可以休息 對 也不會這樣 所以說其實當然 我是認為說 我們這次可以讓大家 更加結識到 我們這個文化的事情 其實當然不是說 文化不可以鑽形 一定要團統 怎樣就怎樣 但是其實我 有時候我說 我們這個 萬格大樓的這個舞台 為什麼大家旁邊有看到 說有這個大紅帳 或是說有這個 鼓仔頂頂 或有生日 我就是願望 跟過去這個團統的所有 這個廟會之後 這個梨園的這種團統 就是說 過去我們的公會 可能是贊助 贊助一棟 這個 這個 寡婿 寡婿 這個年輕人 就贊助一棟 寡手 或是說 把團 就把這個年輕人的名字 或是說 這個團體的名字 寫起來 那些什麼 寢婿的感覺 就是說來參加的人 就看到 這個有你的名字 所以說 這是你幫助揚演的 這樣 這是一種 不是說 我們為了要有表演 還要超過時間 還要拚大聲 表示說 我這裡比較秋 不是這個意思嘛 你說有一個文化的團成 一個文化流下來 因為我們的中部 到年輕人 有一個同樣的模式 還留在那裡 雖然說 大家表演的一些內容 可能不一樣 但是那個尊敬 跟社區的那個連結 是又有完 還在那裡 我覺得這是說 不是說 這個 大家是來拚中的 拚說我比較大聲 拚我又拚到比較旺 這個 我們這幾年 這些音樂圈的人 為了這個 青鮮的勞競 這個嘗試 我也不想 其他的紅樓 可以來appreciate一下 是是是 我還覺得那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教育 彼此不同的習性 或者是生活方式 以及價值觀的溝通 理解 以及包容 我們老師 最後我請教你 可能因為你年會比較多 你講話 大家比較要聽 廟屋 不管是經廟 頂頭 以後在參加 這種的活動 大家要注意什麼事情 今天要接受 主辦單位的規範 就是說這個遊戲規則是怎樣 讓大家照樣 一開始 不要說親親在在 一邊 兩邊 三邊 四邊 五邊 六邊的規範都可以開 全部參與的人 頭人 跟頭人 所有的頭人 你一定都要來 甚至嚴重 寫個切結書 沒關係 我遲到的時候 我到底要找誰 我就來負責任 如果你很看重 請你用尊敬的方式 就是來辦活動 不要把它搞得很像是 嘻笑怒罵的東西 甚至於我們可以公約 大家來簽 是 公約 是 這邊就會 上過道就是這樣 希望臺灣以後 能夠更加的理解 更加的包容 謝謝你收看 謝謝 謝謝